那麼剛剛這裡面啊 其實像這裡面 我們剛剛是加frame嘛 frame是包含三個東西 包含哪三個 有一個框 有沒有 裡面是不是還有兩個字 對不對 那這是frame的方式 那如果你單純 我只是想要一個框框 還是想要一個箭頭啊 那個其實都可以啦 都可以 所以這個應該就還好 那 如果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叫highlighter就是 比較有點筆觸的感覺 這樣有沒有 這比較像簡報 不過這個用到機會應該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 沒有再跟各位介紹 然後把deleteer掉就好 所以這裡面也有其他的 給你參考一下 那我們再來看喔 你如果 除了這樣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方式 你會後面還用到的 再來看一下 這裡 偶爾你會用到 簡報總是想要有一點點小動畫對不對 那他提到動畫不多 因為其實他本身在畫面移動上就比較多了 你如果再加上太多動畫也行為 所以他 簡單純提供什麼 淡入淡出的 就是淡入的一個動畫而已 那怎麼做動畫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好 假設我現在這個 跟這個 對不對 我想要做的話 你在上面 按右鍵 在你那個slide上面 在frame上面按右鍵就好 有沒有一個叫做animated frame content 就是我裡面的這個內容要做動畫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有就是播放順序的問題 但是我又在同一張 好 那你就看哪一個要先 這個先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1 1 這個 應該很像那個power point 連那個圖都很像 1 2 好這樣就做完了 你可以上面play一下 因為這三 其他的沒有做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 一開始就出現 那有做的就是點一下才出現 點一下才出現 所以有些時候如果您有那個主題順序的 可以考慮用這種方法 好就按down 這樣就好了 那怎麼辦 如果要移除了 一樣還是進來裡面 拔過去就可以 拿掉了 這樣清楚了 所以這個是 簡單的動畫方式 那有做動畫跟沒做動畫怎麼分得出來 眼睛就看得出來 因為有做動畫這裡有這個 看得很清楚了嘛 所以你會比較清楚說有跟沒有 微軟的比較看不出來 微軟的他有做動畫沒有做動畫我們 比較不容易知道 好 順便要講一個就是編輯路徑的問題 剛才就有老師問到了 我現在這樣子 那第二頁 是跑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我再回到這裡 第三個我再回到這邊來 那 這個 不見得適合我 也就是說你選的範本也好 或是說你自己 假設開個空白來做 那麼有些時候我可能 突然想到我又多加一個進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有兩種方法 一個 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看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有叫編輯路徑 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 按一下 好 你進來裡面之後你會發現 哇他裡面有很多這個 有沒有 1234 這個就是你目前簡報的順序 1跳到23456 好這樣 123456這樣上來 那 今天如果你覺得 啊我待會呢 我一完了我想要來這邊 你會發現 當你滑過 每一個物件上的時候有沒有發現都有一個加號 有沒有 假設我要看的就是這隻蝴蝶 你就 點到蝴蝶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他加到最後一個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自己移動你的 順序 這就是 你的那個 路徑 也是有點類似簡報的順序 你把他移上來比如說我到這邊好你就離開 所以你看喔我們在這邊 一開始 是這個 2 3 有沒有就回來 那因為我剛是用物件的 方式加進來所以他的 這個 就是RuneInRuneOut的這個什麼 這個範圍就是以剛剛我們那隻蝴蝶的範圍為最大範圍 這樣你了解 這是最簡單的加入路徑的方法 但是有些時候這個 不管用喔 為什麼 因為我要的就不是這樣啊 也就是說我要的比如說我這個看完了我希望能夠平移到這邊來有沒有 沒有人規定 我們剛剛不是說那個Friend他會自動轉正嗎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歪歪的看不行嗎 不一定要正正的看對不對 外外的看我就是要這個樣子 可不可以 可以 你來繼續按一下編輯路徑 你先把你要的位置角度先調好 然後你就告訴他怎麼樣 有看到這個 小了一點點 A的Current View有沒有 這樣加進來 有沒有發現加一個進來了 所以你也可以調到你覺得喜歡的比例或角度 然後呢 因為有些人拍照他是有角度限制的 有的人右邊拍比較漂亮 右邊45度有沒有 管他的 反正你加好了 離開他 離開這個編輯路徑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好看完這個 直接平移過來有沒有 這個時候他就不一定一定是正的 所以就看你喜歡的角度 那這樣的變化性就會比我們一般的簡報多很多 OK 所以這兩個部分呢我們給各位稍微試看看 來我把還給你 主要我們剛剛講是在編輯路徑還有什麼 做動畫 對不對 如果你做動畫 上面按右鍵 Animate 這個 好